在全球暖化与农业劳动人口流失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在发展绿能的同时振兴农业发展 成为各界努力的首要目标 而透过结合绿能和农业的温室栽培设施 渴望为台湾的能源、经济及农业发展注入一记强新增 台湾的科技农业、精致农业 其实是做的是非常先进的 是不输给其他国家的 在2019年以后 政府为了落实农地农用 为了避免假农业、增种电的一个现象 所以它制定了更严谨的办法跟规则 在这个修订的新法里面可以说是全台的第一座示范的农场 我们藉由这个示范岸场的成功 希望能推广到其他的县市 甚至到海外 也就是提供了一个结合当地的地主或是农民 他们有地的他们提供地 有技术的他提供技术或劳力 藉由我们能源业者新的营运模式 来达到互利互惠多方多赢的一个经营模式 全台第一个温室及植物环控栽培附属绿能设施 于花莲吉安乡正式启用 示范场在搭建时 亦考量花莲地区的自然特性 以玉柱式方形机窗做点状式建构 并以钢构衔接 除了强固性 可说是全台的温室环境之惯外 同时也便于农民善加利用种植空间 钢筋的部分是采用高占率的钢筋 然后用RC的水泥基砖 上面是一个钢构的架构 让我们这个来讲可以抵挡花莲这边的台风 跟地震的部分 我们钢构用好 钢索一拉 网子一加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来完成partner的一些作物 像这样的设施 我们一般农民要建制 可能要花很多钱 现在有企业愿意建制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我实际在用 我就发现我要种什么选择性增加了 以前我要种爬藤类作物 我要自己搭支架 在这里有现成的 而且很方便 很好 装钢索 装爬网 很好利用 然后喷罐系统帮你装好了 还有温控跟湿度 还要浇水用手机控制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设施吧 团队打破传统 对于农店真谛的刻板印象 太阳能板的建制多元 种植时可依照各式植物的日照需求 进行多元化的安排 而室内的环境更能维持植物的产量 有效预防并虫害 提升农产品品质 也提供农民更好的种植环境 整个绿冷设施我们大概分成三个区域 一个是全日照 一个是半日照 一个是全遮壁 那以全日照来讲 我们是百分之百阳光可以进来 如果说半日照的部分来讲 我们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阳光可以进来 全覆盖的部分来讲 我们是覆盖率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我们依照农事所跟当地的农民 来做一些多样化的种植 像我们目前来讲我们里面的作物 大概种了十七种 合作的农民只要是以有机的方式栽种 就能够在此自行建制温室 且朝向多样化的农业发展 如全日照区段的水果玉米 鸡角刺 半日照区的获菊 小番茄 离地栽培区的草莓等 可提供青农更大的舞台发挥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平台 能够提供给农二代或青年百乡的一个工作机会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工作 更舒适的工作环境 同时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工作收入 年轻人会有很多想法 只要把硬体设备弄好 他会有更多的想法利用这样的空间 会是他们要的 有这样的设施的话 他们可以更方便利用 更让他们的想象力可以发挥到现在我们所说的科技营业 我希望他一直推广下去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参加我们合作社来共享盛区 此文室及绿能设施的成功建制 正式融合了现代科技绿能与农业的最佳范例 展现出农店共生的新样貌 为花莲的农业带来崭新希望的同时 也将以此为基石 把成功经验带向国际 让世界看见台湾